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车意外爆了胎 郊外的信号十有十五 极其的微弱 凯伦好不容易在高处接收到了信号 通过导航地图找到了一处车库 可换车就意味着绕路 预计到达时间就会延长 今天又恰巧是朱迪妹妹的生日 她必须在晚上七点下回家 于是一行人决定放弃换车 修好车后按照原路线继续行驶 可就在卷发南修车时 爆裂的车胎下一颗子弹掉了下来 发出清脆的声响 原来爆胎的真正原因 是有枪手在朝他们射击 还未能卷发男友所反应 一颗子弹直接射穿了她的头颅 尸体第一发现人黄发女 也被射穿了一只眼睛 她伸出手向男友胡子哥祈求救命 胡子哥早就被眼前血肉横飞的一幕 吓得呆滞愣在原地 黄发女瞬间被爆了头 接连两人惨死 剩下的四人顿时慌了神 全部东躲西藏起来 这乡村公路上什么武器都没有 几个人唯一的掩护就是那辆爆了胎的汽车 慌乱中黑地独自一人躲在了几十米开外的石头后 朱迪凯伦和胡子哥则躲在车后 枪手不知埋伏在何处 疯狂地向四人扫射 第一按我名 想要逃出去的办法只有一个 请求警察救援 目前已知能接收到信号的地点有两处 一个是车辆所在地的上空 另一个则是三英尺开外的地方 可胡子哥刚用自拍杆夹住手机 伸向高处 还未能接收到信号 子弹就射成了手机 看来这枪手的射击水平极高 只要将自己暴露在外 定然是必死无疑 眼下 前往三英尺外 获取信号报警成了几人唯一的出路 可是如何在移动的同时 不暴露自己又成了一大难题 胡子哥提议 三人分工合作 凯伦用外套和自拍杆 伪装成假人吸引火力 朱迪趁机高举手机录制视频 看清枪手的位置 胡子男则钻回车内 插入钥匙启动汽车 然后三人合力 以车座掩护 推车移动到三英尺外报警 想象很美好 但现实并没有这般顺遂 车子处于下坡路段 三人刚有所行动 不断射击的枪声 就打乱了几人的计划 车子快速朝下坡移动 胡子哥再次受伤 想与他们会合的黑帝 也成了人肉火把 子弹穿透了他的小腿和手臂 却没有直接抱头结束他的生命 这是真实的刺激战场 对于枪手而言 四人就是他靶场中的猎物 生与死完全掌握在他的手中 但好在 通过朱迪拍摄的录像 几人终于看清了枪手的藏身之处 那人就埋伏在几千米开外的一棵大树上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阳光下 暴晒的几人已经严重脱水 苟延残喘的黑帝 也因为失血过多死亡 躲在此后的三个人 精神也在崩溃的边缘游离 特别是胡子哥 他看着咫尺之外 女友黄发女的尸体上 落满了苍蝇和乌鸦 来此交友前 黄发女刚还了孕 尽管有些意外 但胡子哥还是做好了结婚的打算 还买了这台车和婴儿座椅 可现在却物是人非 生死相隔 胡子哥决定不再懦弱 与枪手做个了断 他从车后走了出来 用衣服盖住了黄发女 被打烂的半张脸 紧握住他的手 可就在此时 远方有一辆车缓缓驶来 胡子哥想要大声阻止 可是枪手没有再给他机会 胡子哥被狙击身亡 身后那辆车里 坐着的是一对夫妻和年幼的女儿 枪手直接打伤了父亲的肩膀 鲜血不断喷剑 车也翻倒在了路边 母亲亮枪的爬起 直接被枪手拘杀 此时 手上的父亲也爬了起来 望向朱迪和凯伦 祈求舅舅女儿 父亲的所在地 正是三英尺开外 有信号的地方 凯伦慌忙打手势让对方报警 枪手则在高处 打漏了父亲汽车的邮箱 车子很快就会爆炸 朱迪高呼 想要让父亲逃跑 可凯伦却说 这是他们求得支援的唯一机会 阻止了朱迪 就在两人争论之时 车子爆炸了 父亲被大火 活活烧死 小女儿也被枪手 狙杀身亡 暮色降临 四周遍地残肢 鲜血几乎浸透了整条公路 不愿在坐以待毙的凯伦 决定制造烟雾 模糊枪手事先逃跑 便扎穿了车胎 撕下橡胶 用划烂座椅 逃出海绵 用于炎火 朱迪也在手机记事本上 打上了自己的遗书 准备一枪手 殊死一搏 汽车燃烧后 烟雾果然迷惑了枪手 看不清的枪手 开始胡乱射击 此时警车终于赶到 父亲的求救电话打通了 可是菜鸟警察 尽管装备再多 也难以与老道的枪手抗衡 警车也失去了控制 四处乱窜 凯伦慌乱逃跑 也被枪手抱了头 朱迪则躲到了警车一侧 请求警察不要对抗 快点离开 可不服输的警察 非要与枪手一较高下 皆被枪手拘杀身亡 现在朱迪成了唯一的幸存者 一股洪荒之力 从朱迪胸中升起 他发疯似的开着警车 直接将枪手撞下了树 又捡起他掉落的狙击枪 射杀了枪手 就这样朱迪完成了手杀 成功尸击 但仍不解恨的朱迪 还在疯狂敲击着枪手的头 直到全部爆裂开来 戏剧的一幕发生了 朱迪再次发挥了 自己的菜鸟技能 用枪托打人时 枪口对准了自己 枪意外走火 朱迪为自己狙杀身亡 影片结束 本片于2017年上映 影片对枪手的身份 和狙杀动机 没有明确的交代 但从演员选角 以及片中凯伦的推测来看 人设应该是一名 退役的狙击老兵 独身参加过92年海湾战争 片中狙击手 有一个脸部的特写 可见其口腔明显有血 因而推测 可能受过辐射病 导致的牙龈 自发性出血症状 竟然仇视 并且狙杀报复社会 反人类 反社会人格 非常的明显 全片剧情紧凑 狙杀场面刺激且震撼 推荐大家观看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美男子 我们下期见吧